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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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看大卫的宝座这个主题 是历史书的主题式的眼睛 我们上一次第六课特别看见神 拣选了大卫成为他在地上的一个公义治理的一个君王 作为他天上公义治理的一个代表 就是大卫成为耶华在地上的受高者 他也经过了一个受高者应该受到的考验 耶华的灵在他的身上 他征战起来得胜 可是他也经过漫长的扫罗的追杀 他无论是在自己的品格上面 无论是在对耶华的顺服上面 当他都通过考验的时候 他的领袖的才干也逐步的发展出来的时候 他后来犹大人高利他作王 在西伯伦七年半 以后整个以色列众支派 我们会看见在撒末尔时代 整个支派开始比较有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到了大卫的时代 整个以色列就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是我们会看见 从撒末尔一直过渡到 这个大卫的一个情形 我们会看见在下面的这两张地图上面 这个是扫罗的国事 那他的这个区域范围 那下面这一张是大卫的国事 可是事实上这个大卫的国事 要比扫罗的是多很多 其实中间这一小块才是扫罗的 大卫的整个是非常 可以说是在大卫作王的时候 他周边的国家都被他 一个可以说是一一的征服 我们上一次看到第五章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大卫拿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 也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来连结众之派 第六章开始讲到 他怎么样把约柜搬进耶路撒冷 可是整个约柜的一直到建殿 建圣殿这个事情 我们会放到跟这个历代字 一起来谈 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约柜的简史 一直到建圣殿 重修圣殿等等 这一连串 我们会特别集中在圣殿 从约柜到圣殿的这个地方 我们会完整的来讲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 这个撒末尔记下第七章 事实上撒末尔记下第七章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可以说大卫生命的一个高潮 第七章一节开始说 王住在自己的宫中 耶华使他安静 不被思维的仇敌扰乱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 约柜亚记里面 我们会讲到有一个 耶华所应许的安息 与土地有关系的 他同时也会被翻成安静 这个字的时候 就是住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 不受仇敌惊扰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大卫的时代 他终于把以色列 整个国家带进了上帝 所应许的一个安息的里面 那大卫开始 渴望给耶华建造圣殿 他说我自己住香伯墓的宫 那耶华还在会墓的里面 所以呢 拿丹先知本来说 你可以照着你的意思去行 可是后来呢 随即呢 耶华的话临到拿丹呢 就去告诉大卫说 你不建殿 你的儿子要建殿 可是在这个拿丹 告诉大卫的这个信息的里面 其实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所谓上帝与大卫立了一个约 这个约我们就称它叫做大卫之约 在七章的八节 就是大卫之约的内容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 所谓万军之言话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名以色列 选定一个地方 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逝师 治理我名以色列的时候一样 我必使你安静 不被一切仇敌扰乱 这就是我们会看见 大卫才真正的 把整个以色列人 带进了应许之地 当然约书亚已经带他们进来了 可是在四世纪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他们被仇敌所骚扰 他们很多土地没有拿到 好像虽然进入应许之地 可是并没有完全的享受应许之地 一直到大卫的时候 整个国家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整个国家不受仇敌的搅扰 甚至他胜过了周国所有的国家 才真正的把以色列人 带进了上帝所应许的应许之地 完全的继承了这个应许之地 也就是真正进入神所应许的一个安息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地方两次讲到这个安静 这个静就是那个立字旁一个清 就是古代将领李静的那个静 就描述了一个安居无扰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大卫的时代 他才完成了把所有的百姓 完全的带进了神的应许 接着神就对大卫说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 为必为你建立家世 这个就是大卫之约的一个核心了 什么叫做建立家世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对一些文字 做一点了解 我们会看见前面大卫对耶和华说 我要为你建殿 那殿这个字呢 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房字 那在英文里 在这个英文里面我们有说叫house 在这个西伯来文里面呢 我们很多时候就在中文里 把它翻成薄 就是什么什么之家的意思 比方说我们说伯特利是神之家 我们说薄利恒就是粮食之家 所以这个薄就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什么什么之家的一个意思 所以当大卫说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 他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为耶和华建一个房子 或者是我要为耶和华建立一个家 这个在原文它都是同一个字 那反过来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不要建殿 你的子孙 你的儿子要来建殿 可是呢 我要为你建立什么家世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建立家世 就不是跟我们中文的一个想法 中文里面建立家世就是成家立业 在这个地方建立家世 同样用了博这个字 就是建立一个你的家 大卫要为神建立一个家 因此神对大卫说 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 这个建立这个家世的意思就是这样 大卫的王朝长长久久 这个家世指的就是大卫王朝的一个权柄的一个永续 这个家世指的就是 所以你看到后来的经文 无论是先知书或是哪里 常常讲说大卫家 大卫家 这个家就是用这个字 就指的大卫的王朝 大卫的世世代代 后代子孙 这个地方叫做为你建立家世 这个建立家世里面描述的是什么 十二节说 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 用人的鞭责罚他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有些 他是应验在后来的所罗门的身上 所罗门兴起的时候 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成继大卫的心智 来为耶和华建殿 所以大卫的子孙要为耶和华建殿 而且耶和华把他当作像儿子一样来管教 他若是做错的话 耶和华就用杖责打他 那这个不但成就在 这个可以说是所罗门的身上 事实上我们看见 大卫的王朝后续的子子孙孙 也就是犹大王朝的这些犹大的猎王中间 好王都跟重新修殿有关系 那今天这个不是我们的主题 我们会把它放到历代字 非常清楚的来谈到 也就是说大卫的子孙 似乎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们要建殿 他们要修殿 他们跟耶和华的殿宇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是大卫的王朝 大卫的家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接下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 他说你的家 这个家就是刚才说那个家世 就是博那个字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 上帝所说的这句话 似乎是超越了所罗门 甚至是超越了所罗门 后来历代的所有的犹大的君王 而最后往遥远去说 这个大卫的宝座 大卫的国位 大卫的王朝 是一个永永远远的一个 一个王朝一个宝座 当然我们知道在历史中间 我们下面几课 我们就会讲到犹大的历史 我们会发现犹大有好王 有坏王 有好王有坏王 最后就是坏王坏王 以至于后来犹大国 也经历了被掳的事情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神的应许就没有废弃 他非常清楚告诉大卫说 有一天你的子孙 会坐在你的宝座上 而且这个宝座 是存到永远的宝座 现在弟兄姊妹 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 为什么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要叫做大卫的宝座 让大家很清楚的看见 神给大卫的约 是一个不得了的约 所以后面我们会看见 大卫就说 我算什么 你怎么给我这么大的一个应许呢 你居然说我的子孙 断不觉坐在我的宝座上 甚至这个宝座 是存到永远的一个宝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当然很清楚知道 到了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见马太福音 第一章就是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 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 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就是受高者 他就是合法的大卫子孙 他要坐在他赴大卫的宝座上 直到永远 在路加福音里面 天使来向玛利亚报信息的时候 非常清楚说 他必做他主大卫的卫 就是这个所谓大卫的宝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神这样的厌重大卫 为什么大卫的宝座 是这么样子的重要 其中的关键 我们在上一次 有比较略略提到 就是大卫整个 在他掌权的过程中 第一个他是神所拣选的 他是神所高力的 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 可是他也通过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 一直到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 他是做公义的宝座 他的宝座里面是没有瑕疵的 他的得着权柄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瑕疵 来得到这个权柄 所以可以说大卫的掌权 成了上帝公义掌权的 一个地上的一个代表 大卫把上帝的宝座 是公义的宝座 这件事情 透过他在地上的掌权 完全的彰显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会看见神说 大卫是和他心意的人 是因为大卫的宝座 预表了耶稣基督的 公义的掌权 大卫的宝座的没有瑕疵 讲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掌权 是公义的事 没有瑕疵的一个掌权 这次我们会看见神 为什么与大卫立约 而且说大卫的子孙 断不绝坐宝座上 一直到现在 当我们来歌颂耶稣的时候 我们还会说什么呢 和善纳归于谁呢 归于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是永远坐在宝座上 他坐的是谁的宝座 他坐的是大卫的宝座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 我们在地上提到大卫的宝座 大卫的子孙 是君王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 大卫在天上听见我们 来谈起这个事情 他的里面仍然充满了一个敬畏 就是上帝居然这样子的 与一个人立约 告诉他说 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 所预备的掌权者 是出于大卫的后裔 我们如果从更早开始来看的时候 我们说 以前我们讲圣洁的果度的时候 我们说在创世纪里面 神应许是女人的后裔 要来得胜仇敌 以后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 要来使万国得福 以后讲到说 犹大支派的后裔 会出一位掌权者 到现在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是 大卫的子孙 要断不绝坐在宝座上 这一连串的后裔 就让我们会看见神对人类的一个预备 神对人类的一个拯救 甚至神对要恢复他的掌权 在人类中间这件事情 他的计划其实是完全 非常完美的一个计划 而且他的计划完全不受 人的各种的方式 各种的计谋来打岔 他要恢复在地上的掌权 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 是不受任何事情拦阻 他是一定要成就在这个地上的 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是读旧约 可是我们会看见 神跟大卫所立的约 一直到今天仍然长久 特别在耶利米苏的里面 神跟透过耶利米说 除非你们能够废掉 我跟日月星辰所立的约 否则你们就不能够废掉 大我跟大卫所立的约 我们看到日月星辰一直到现在 仍然寻鬼运行 这是神的保证 这是神的约定 他说我跟日月星辰都立了约 可是我跟日月星辰立的约的 这个稳固 就如同我跟大卫所立的约 也是一样的稳固 因此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 他不只是我们的拯救者 他赎买了我们的罪 他流宝血 遮盖涂抹我们的罪 同时他要再用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始掌权 恢复我们受创造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浮在神 选柄里面的一个光景 以至于透过我们这些 顺服神选柄的人 来恢复他在整个人类的中间 整个世界 整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中间的 一个掌权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几年常常谈到 转化这个概念 转化这个概念 就是神公义的治理 可以彰显在人类的社会中间 这其实是我们人类 世世代代最深切的一个 可目公义的治理 其实这个公义的治理 是在基督的里面 透过基督徒 在我们社会中间 各行各业 我们展现神公义的治理的时候 神公义的治理会透过基督 透过他的教会 能够成就在这个地上 而这个中间的核心 就在于神与大卫所立的 这个所谓大卫的约 那这个是在大卫的生命中间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 就提到大卫的一些征战 在周围周边国家的一些征战 可是我们知道 大卫仍然不是完人 在他的生命中间 有两个重要的瑕疵 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大卫的失败 而这两个失败 上帝如何来管教他 也上帝如何使他恢复 仍然成为公义的君王 第一个失败 是在撒玛尔记上 11章到12章这段经文 当我们很清楚知道 这个是大卫在作王之后 他开始有一些软弱 有一些疏 可以说是一些疏忽的一个状况中间 他就陷入了一个淫乱的事情 在11章这个地方 讲到他的这个臣仆去打仗 可是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看见有一个妇人在沐浴 就是巴士巴这个妇人在沐浴 他就与巴士巴行淫 最后又把巴士巴的丈夫乌里亚 用计谋把他谋杀掉了 坦白讲这个对大卫来讲说 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瑕疵 如果一般人他们犯这样的罪 当然是一个罪 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十戒中间 讲到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这个陷害人 不可杀人 这种种的这样子的一个公义的律法 在巴士巴的事件中间 大卫接二连三 可以说是干犯律法 以至于在这件事情上 耶华非常不喜悦大卫所做的事情 我们会看见在12章这个地方 仍然神差遣拿单先知去见大卫 给他说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两个人 一个是穷人 只有一只小羊羔 而妇人有成群的羊 可是当这个妇人要请客的时候 他不把自己的羊群中间 拿一只来宰杀 却把那个穷人唯一的小羊羔 拿来宰杀给别人吃 大卫立刻说 那人是该死的 拿单就对他说 你就是那人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非常清楚的 把耶和华眼中如何看 大卫这件事情 表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拿单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的时候 他说耶和华说 我高了你做王 然后呢 我加倍地赐福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 我们会看见 前面我们讲到 扫罗也曾经失败 他两次不听耶和华的命令 以至于他的王位就失去了 可是当拿单责备大卫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大卫在十三节 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这是扫罗从来不说的 大卫在这个地方说 我得罪耶和华了 我们知道诗篇五十一篇 就是大卫非常痛切的一个认罪的诗篇 特别是针对他跟八十八的这个事件 他说我犯了罪 而且我是在母妇里面的时候 我就有了罪孽 大卫很清楚知道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常常说我是无辜的 扫罗追逼我 可是我都没有谋害扫罗 我是无辜的 可是到了这事情之后 大卫深深知道 他是一个罪人 在母妇里就有了罪 是表示他不但做了罪行 而是在他的生命深处 有一个罪的生命在他的里面 所以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 这是大卫非常痛切的一个祷告 他知道他的救人是不好的 他的救人是衰败的 他的救人是不正常的 不健康的 他的救人是有问题的一个救人 是缝缝缝缝也不能够救的 所以他说求你为我造 这个造就是新造 就是创造 求你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吧 这就是我们在新约讲到说 在基督里要成为新造的人 大卫当时就知道自己需要新造 以至于他在这个地方 有个很深刻的认罪 我们会知道结果是 大卫跟巴斯巴所生的儿子 还是夭折了 这是神对大卫非常重要的一个管教 可是我们会看见 扫罗也犯罪也跌倒 大卫也犯罪也跌倒 扫罗不承认自己的罪 可是大卫认罪的时候 神仍然使用他 让我们再看一下 大卫的第二个得罪神的地方 是在撒末尔记下 二十四章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讲到大卫比较晚期的时候 他要他的元帅 约牙去百姓中间数点人数 我们常常在想数点人数有什么不对呢 不是还有一本书叫民数记吗 我们知道这一次数点人数 其实是数点军队 我们还记得我们讲到说 耶和华立王的法则是 不为自己针天马匹 就是不穷兵独武 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 数点人数的时候 他是数点军队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点地上军王 想要扩张武力的那个意味在里面 所以耶和华不喜悦这件事情 我们会看见在二十四章这个地方 耶和华大卫数点百姓之后 自己就知道自己错了 他就祷告说耶和华我是错了 我行了大罪 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会看见耶和华就说 有三样灾让你来选择 第一个七年的饥荒 第二个被仇敌追赶三个月 第三个就是有三日的瘟疫在全国 那大卫的反应是说 我愿意接受刑罚 那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 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 因为神有怜悯 接着整个以色列 包括耶路撒冷就有三天的这个瘟疫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会看见因为大卫的一个悔改 而且大卫在亚劳拿的河场上 来献祭这件事情 耶和华怨纳了大卫的一个悔改 以至于大卫所献的祭 被上帝所接纳 以至于大卫这个罪呢 也被上帝所赦免了 现在弟兄姊妹 我们会看见 作为一个领袖 其实人人的生命中间 都仍然有瑕疵 我们在在我们老我的生命中间 仍然有软弱 仍然有我们属地的这个不好的欲望 不好的一些思想 可是在上帝的一个炼镜的过程中间 每当我们被上帝光照的时候 我们就回转归向他 我们越做领袖 坦白讲考验就越大 越被放在一些重要的位置中间 我们的影响力就越大 我们会看见大卫在作王的时候 他如果只是一个私德 也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可是他作为一个公义君王的代表的时候 神是非常非常的不悦纳 甚至跟他说你做这些事情是使仇敌亵渎了上帝 来大大的嗤笑上帝说 你这看这是你所立的公义的君王 所以可是在大卫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就是他那个痛切的悔改 不但是在巴士巴的事件 他痛切的悔改 我们看见他在数点人数的 当他老年的时候 他做了数点人数 这个不蒙神所悦纳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神不喜悦的时候 他仍然有一个最深的悔改 因此我们会看见到最后大卫的定论是什么 在《使徒行传》13章这个地方 在新约的里面 这个是斯蒂反论道的时候 他很清楚的说 神既废了扫罗 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虽然大卫有瑕疵不完美 可是上帝对他最后的总论是 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 这是因为大卫到最后的时候 他仍然彰显上帝宝座的一个公义 我们也在别的地方读到说 大卫服侍了他那个世代就碎了 所以我们会看见这是大卫的整个人生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大卫还有他为圣殿做预备的一些事情 我们到历代之的时候 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讲 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方 我们用祷告来做一个结束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何等的谨慎在你的面前 主啊你在地上 主啊你高丽 主啊你自己的仆人们成为属灵的领袖 或者是这个世代的领袖的时候 主啊求你自己不断的考验我们 好叫我们生命中间的渣泽 主啊显明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诚实与对 我们可以从生命的深处发出悔改的声音 主啊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痛切的悔改 说在我母父的时候我就有了罪 我不但悔改我的罪行 主啊我也从我的罪性里面做最深切的悔改 以至于你可以用你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我的过犯 主啊来洁净我 主啊来为我造清洁的心 让我有一个心造的生命 主啊而且是正直的灵 主啊那一个丰富的灵强壮的灵 恢复你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 以至于可以得救恩之乐 而且我们可以将你自己的律 指教下一个世代 主啊带领下一个世代 来回转归向你 也将你公义的治理 彰显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的名 Amen 当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江湖的道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靠的道路 因为雪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的漏派 这是我们认为 平成最后能够的壮壮 就是赌道路